为了解决国一南侃交流道附近淹水问题 陶芸市政府和高工局合作 推动新南路排水改善工程 而市长张善政到了现场来视察工程进度 目前是已经达到了7成 预计4月底就可以完工 市长张善政14号上午前往都筑区新南路 视察排水改善工程进度 长期以来新南路因地势相较周边地区低洼 下雨时就容易造成道路积水 再加上五阳高架通车后 雨水集中淹水的情况更加严重 市府与高速公路局合作 编列2600万元经费 推动新南路排水改善工程 目前工程进度已达7成 预计在青年4月底将陈述完工 希望在迅期之前 迅期其实4、5月就要开始 希望在迅期之前能够掌握这个工期 让它能够发挥排水的功效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 3月份可以发挥排水的功能 4月份正式完工 刚好迅期就接踵而来 过去国道1号南坎交流道闸道口 经常因为下雨积水而封闭部分车道 市府为了彻底改善淹水问题 除了规划新建新南路与水下水道 也自筹经费建立更健全的排水系统 工程的军费就是高工局是补助我们推进这个管的 整个系统是2600万43.5公尺 另外的话我们在另外一侧 我们觉得它的排水也没有那么顺畅 所以我们自己在自筹700万 然后也做了一个排水的相反 把它导到南坎西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彻底的解决 整个南坎交流道的淹水的一个问题 南坎交流道车流量每天可达6万车次 如果要封闭车道施工 对当地交通影响太大 为了不影响市民通行 在当地离帐建议下 市府采用推进工法才让工程顺利进行 要做这个下水道 当初他说路不过车流量太多 不然我就建议说要用推进的 西南路雨水下水道完工后 水务局导入智慧管理的水勤系统 利用监测仪器随时掌握 让雨水下水道发挥最大防灾效益 提升往来卢竹区的用路人 最安全 友善的行车和生活环境 嗯